岳总 我申请涨底薪 披什么 我觉得小廖牢里一样都不入 但他们底薪就比我高 我不服 一会再说 我准备出插一趟 你先帮我安排一下 好的 去哪儿啊 唉 小廖 我要出插一趟 你帮我安排一下 那他还能有五千知啊 岳总 往西群山联盟 可走空路 往北地势平坦 可走陆路 往东 风调雨声 可走海路 走陆路 气宜加满 有点充足 车况良好 收到请回答 Over 收到收到 Over 你确定小廖知性能力不如你吗 但我社交能力比他们强啊 那你帮我把大客户李总约出来 晚上一起吃饭 没问题 喂 李总 今晚有客户 唉 那个谁 过来一下 岳总有什么吩咐 帮我把李总约出来 晚上一起吃饭 我都约不出来 他真是一个人摆帕子 喂 爸 晚上热总约你吃饭 啊 好了 好了 不 见不散 别走 刚刚好 这是拼实力还是拼爹啊 党心要么靠实力 要么靠背景 你不如他们 怪谁呢 那我能使手段吗 你能用什么手段 这是你给我的工作手机 里面的回收站没有摔干净 里面有你没有批过的素颜照片 以及你和你根本的聊天记录 手机还我 马上给你长底薪 谢谢岳总 我让下班我要请客户吃饭 你们待会儿得陪我一起吃哦 最常验应酬的 几乎感冒不去了吧 岳总 这是我的病危通知书 可恶可恶 这是我体检报告 我三高不能喝酒 那正好你负责开车 不往后翻 我还有阴盲症 晚上开不了车的 那万一以后有顾客晚上来试驾呢 看来这份工作你无法胜任了 诶 这怎么是我家宠物的经验报告呢 其实我身体很健康 一会儿我替您开车 不错 那你们呢 完了完了 要不然编一个虚拟男友 也不下去过让世界 岳总 今天是我和老婆结婚100周年的经验室 可恶可恶 是结婚100天经验室 我得去陪她 你不是一直单身吗 想婚 哦 那你昨天还告诉我你喜欢三三 那你就是把三三当小三了 其实我就是个单身 刚才只是活 我也去问讲了个笑话 一会儿我替你当酒 那行 现在出发吧 烦死了 实在变不出理由 只好被她去清楚了 诶 你干嘛 不是去被客户吃饭吗 你去干嘛 不是已经有她两次高贵母陪我去了吗 走 一个团队 就应该相互指出彼此最大的缺点 从而及时改正 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完全想不起来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了 谁不承认不改正就罚款100 从我开始吧 岳总 我经常听别人在背后议论 你最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 是哪个危险小人在背地里造谣 他想活了是吧 就是脾气不好 行 我青春期情绪波动比较大 我认了 中年逆儿 岳总凶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好人 老李最大的缺点就是爱拍马匹的打小波告 岳总你别厉害挑拨 他可是在背后议论 你跟您起来了 你干什么呢 洗洗 不 8块8 你确实就爱打小报告 我能不能不看见 我太完美了 确实没什么缺点 小亮最大的缺点就是抠我 拿来吧你 那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既然各位都想不起来 那我就拿钱先走了 站住 你把钱留下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我没生气 那留着 岳总你看他嘛 你管不管 别太小报告 不然还得罚款 是啊 要是我让他把钱留下 他又得说我扣 还得罚我一碗 我还以为他是为了钱 结果他没拿 看来他只是单纯的为了提醒大家改正缺点 提高工作效率 你们要多多向他学校 我终于 一想起来了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记性差 虽然我很喜欢这辆车 不过三八女生节送点礼物 还是不想买 打折行吗 腿打折一点诚意都没有 那您稍等一下 我去问老板 我都没收到礼物 让他男朋友自己给他买去 我要是有男朋友 还用得着你们给我送礼物呀 男朋友还要送他个男朋友吗 美女 这是什么 手背 这是什么 脚背 你就是我的宝贝 滚 还有你们 我才出错了 他可能喜欢室温一点的 有道理 美女 买房吗 你卖车的能卖什么房 索性房 滚 想当年咱脑里也是十里八乡的俊寇生 齐驴机穷了 看来这辆车确实买不出去了 老妹 看你的表情很痛苦吧 你等我 成天和那两个骑行种在一起 谁不痛苦呀 礼物我也不找你要了 赶紧让我提车走人吧 好的 看他们两个滚好吗 提脑没麻 溜达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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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是要 只能要一次哦 还是进行找份工作 我要迟到了 拜拜 我看着像该帮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客户郭女士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的手机和充电宝都没电了 找不到路 让各位久等了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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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脸 咯 三三 赶紧把你电脑里的PPT拿出来 给客户看看 好的 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手机里也有 哦 玉总 这不是在说你 这是在说老李 插出去 把客户的充电宝充满电 这点小事做不好 岳总叫你滚蛋 哪儿还有插头啊 岳总 是哪个大聪明 用自己的充电宝 给我的充电宝充电 细节看人品 你们店的员工不仅无私 心地还善良 合约 我签了 我宿命能有的话 站住 整个公司就你一个人迟到 好意思吗 罚你把全店的车都洗了 全店的车 但我是新高八笔吗 诶 登山啊 老家的朋友拆迁了 据说能拿到一大笔钱了 洗什么洗啊 大卧你帮我开了 哎呀搞错了 是隔壁片区要拆 跟我没关系啊 没搞清楚哪个电话啊 岳总 您搭上了大量 不要跟我一个愣头筋计较了 一次就算了 可是你天天迟到 还说得过去吗 艾顿批还好一次电话 一个接一个 大博快不行了 你是她名下产业的 第一继承人呀 晓月 你们一些谁呢 对头我就把你点给办 当的老板 让你来洗车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你才吃错药了呢 你大博抢救回来了 这是要搞死我呀 叶总 我确实脑子不好吃错药了 您就原谅我吧 下不为例 去 把这儿都洗了 喂 四三三女士吗 恭喜你买的彩票 中奖了 骗子 我再也不像任何人了 妈 我装了500了 哎呦 哎呦 我妈 听说哪会掉馅饼 还是踏实工作好 帮我想一句合适的座右铭 低情商 绿色会连 一路向前 嗯 中情商 姐的冷酷 零下五度 嗯 高情商 水至轻则无鱼 姐至健则无敌 给我个面子 陪我出去一趟 低情商 月总 以后有客户来坐车 下次我一定也赔 嗯 中情商 有高温补推吗 哦 高情商 我记得我昨天给过你脸了呀 你有个既往面子 干嘛喷那么多香水啊 跟蝴蝶一样 低情商 因为我们租车业务 覆盖全国200多的城市 为了公司形象 我想在全国遍布芬芳 中情商 因为我是O型学 这样好不去问 高情商 哎呦 月总 你比这真铃跟狗一样 如何快速让客户知道你是高情商 低情商 唐总 她是你最爱后的读业期 通常是最少 只有你家二十六度 您最喜欢的那家西餐厅 也已经预定了晚上七点 中情商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咯 高情商 我是高情商 你们以后对我有什么意见 可以匿名投在这个箱子里 月总 像正在天字村会花容月貌的人 我们怎么可能有意见呢 哎 要是人人都像小张这样民事理 还有这个意见箱 哎 天狗 你俩是不是傻 大可老公把意见箱放在这 就是想用行车记录仪 抓我们信心 哦 你俩还真是蠢他母亲给蠢开门 蠢到家了 这什么玩意儿 哎呦什么 让你们有意见 不是让你们在背后诋毁我 和手上有阵子 昨天下午一点 到底是你们谁干的 岳总 我直爽的性格你是知道的 我要喷你都当面喷 我不信你有这么用 岳总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有点小气 这光明毁落 应该不是他 我昨天起架了 肯定不是我 嗯 起架了就不能来诋毁岳总了吗 嗯 右下角有时间 昨天下午一点 我在爱情里有 照片是可以寄的 怀疑我是吧 我还怀疑岳总 把行车记录仪的视频 会议剪辑 会议剪辑你呢 什么行车记录仪视频啊 我不是告诉你 看来果然使用你 这段行车记录仪的事情 会议戴面具了是吧 杀 你为什么不早点承认呢 不是我 越是解释就越是唏嘘 散散全靠你帮我揪出了小张 走 请你喝咖啡去 谢谢 谢谢 走 哎呦你 岳总来了没 岳总来了没 我还好奇到没骨 可常事 岑岑 这个项目交给你做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交给我做 你不对啊 那你为什么 会不了一点 千让 岳总你这是在栽萍你 你可别负负太多气息了 那你来 那你来 这些花式吗 一直看帅哥 我只看了一眼而已啊 这些看几个小时也叫一眼 没眨过眼就算一眼咯 实际上来我们绿色会连坐车的 都是大帅哥 那你上个月业绩垫底 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那怎么办嘛 独立 怎么每次开会你都要睡着 晚上到底干嘛去了 看你们的别管我 死了 关心 三三 这么热的天你还要擦车啊 我也不想啊 白老师叔跟人气来了呀 赶快越走这个老村 我真的会谢 你们知道今天出差来重庆的目的是什么吗 备战高考 哎呀三三讨厌啊 人家哪有那么强烈 年轻啊 就是嘛 岳总的孩子被这样告号还差不多 重新猜 这里的装修辉煌又气派 岳总的打扮精致又豪迈 一定是 他要奔现哪个富二代 其实我们今天来是参加远程金响家族新品发布会 哦 要直播是吧 那我看他来的短时间得也醒不过来呀 管他俩干嘛呀 直播有咱俩就够了呀 今天晚上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那我先化妆去咯 真是臭美 帅哥 你是来我们绿色慧莲租车的吗 非 我是来蹭空调的 那你随便坐 我先去忙了哈 且慢 你不能走得陪我坐 为什么非要我陪你啊 哎 姑娘修得打岔 正所谓观其不语真君子 哎 你这车快没了 你还真是有言不敬 且毫无文化 你多读点书了解一下多音字版 象棋里这枚棋子叫G 哦 已经在门口的自行G 估计已经没了 帅哥 这里不好打G的 你不行回家 又热又累又慢 所以租车是明智的选择 手续已经给你办好了 你可以开走了 等等 那下次我来还车的时候 又怎么回去呢 所以才让你租我们的商用G 你来还的时候 再上你新买的自行G 然后你急不急不急起来 听今一席话 真是醍醐灌顶了 再会 卫总 全靠我发现他的自行G 被偷了 所以租G的这个业绩 应该算我头上吧 三三 你还能有点良心吗 你闷心自问 要不是我和她下相棋 分散她的注意力 她的车会丢吗 所以业绩算我 她忘记拿走了这牌相棋 归你了 上嘴归她 说得好有道理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岳总 果然山市有相逢啊 新配角 怎么还删掉她 发死了 不好意思啊 三三 我已经招到人了 没事 开了吧 让我来 你不说话是不是有什么误误啊 行吧 我得试探一下 你和别人到底谁更合适 你的梦想是什么 和我爸一样 月如百万 必资如此多金 小姐能费资入私吗 你误会了 我爸的梦想也是月如百万 对不起 我给不了你 请你另谋高就吧 岳总 好歹相识一场 你至少得给我一点好处 要不要白泡你汤吧 也是 选一个吧 作为临别礼物 我选这个 绿色代表希望 啊 你希望被绿吗 不 我希望加入你的绿色惠莲 那你会好好听话吗 一定好听话 听话 咱不加入哈 你可老葱 是想让我生气啊 你一个花瓶 生气又能怎样啊 我生气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哦 拿去排骨 能做出来吗 啊 把工作服脱掉 岳总别开除我 我再也不上班 是那个老葱火锅了 我是要你换保安符 到门口轮岗当保安 好 那我去了 记得也没有无私啊 没事吗 三三这个月上班吃火锅 扣她就笑 站住 员工通道 非本公司人员不得入内 三三是我呀 上班一起吃火锅的同事都不认识了 老李呀 证明呢 证明什么呀 证明你还在上班啊 乖你上午刚刚离职 下午去到公司到处向你经历 好好好 我拿公牌给你 哎呀 刚才走得匆忙 公牌忘在办公室了 要不我现在继续给你拿 对不起 没有公牌 不得入内 那你进去帮我拿呀 对不起 我不能下人举手 让闲杂人等趁虚而入 这是我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手印和工章都在里面 还能有假 底薪比我还低 进去吧 人可以进去 私家说不能进去 我底薪比你还低 怎么可能买得起车 这肯定是公司的车呀 你怎么证明这是公司的车呀 好好好 你行 我好继续给你 告证 三三真是个死脑筋 一点都不知道变通 我看他就是欠收拾 走 我老远就看过这辆车了 停在门口四人的营销策略吧 啊 啊 你可真有眼光 恭喜你买下这款 眼神星响F1E 你看三三多能干 他像你死脑筋一样 还比较通 打结 全部都给我蹲下 先打结 我果没有 我可是在店里 里面是开水 专门特地的 您会干净吗 滚 把你们这样子这样东西都交出来 比我还穷酸 算了 把你们正经之宝给我拿出来 你们什么意思 马上跟我没链链车的钥匙 不然我就撕骗了 门口那辆新款的远程星响F1E 是指纹解锁 你放开它 我去给你录指纹 怎么启动不了 因为这款车需要行车记录仪 进行人脸识别才可以启动 好了没有 OK啦 怎么还是开不了 因为我们忘了充电 你耍我呀 别冲动 另外那辆远程星响V6E Plus 电视满的 而且不需要指纹和人脸识别 要是在这儿超强缺航安全可靠 你为什么不跑 因为你开始问的是这辆车 你怎么不跑啊 岳总 你就这样让换的把车开走了 怕什么 车上有定位 而且门把手和行车记录仪 都留下他的证据 报警抓起来就行了 你们真的我傻 会轻易中你们调虎离山之鸡 快跑啊 快跑啊 想跑 为什么你们的地这么滑 现在知道为啥 到时候要在这儿特别了吧 哦 还好有点 现在我在扭你 哦 可是他听了什么 等等你看你打印了什么 能不能别这么粗心 赶紧重新打印 没毛病啊 岳总到底在不买你什么 我怎么忽略在这个细节 岳总 彩色我怎么回事了吧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这张愚蠢 到腻的脸蛋 岳总 这次我们准备租的 干什么玩意儿 你都不想干嘛呀 没看到我和客户 正在谈合作吗 岳总 是你说你不想看到这张愚蠢 而有美丽的脸蛋的 你呀 赶紧给我取笑 啊 哎 算了 你去给客户准备一下午饭 记得要缜密一点 好的 唐总 您重视想吃中餐西餐还是住住餐呢 中餐 那你是要穿菜月餐还是女餐菜呢 穿菜 荤的素的还是荤素搭配 荤 那你是想要鸡肉鸭肉鱼肉鹅肉马肉还是 鱼肉 那你是要鲤魚炒鱼血鱼onnenesa 我全都要吃蒙拿包 Pump 不是你让我整明点吗 那我准备去了 说了就跟真能打包似的 怎么不能 我们的冷链车不仅能装 还能保鲜呢 你说而乎 这架冷链车真不错 我要做而失恋